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要与大家分享的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七到第九节 经文将说,我因为白白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积卑微叫你们高声,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恢复了别的教会,向你们取了工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是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我们要先谈一下保罗在初期的时候宣教的这个团队 可以讲他们是整个史上当中第一个步道的团队 而他步道的团队是一方面工作,能够供养他自己 一方面建立教会 当他们在一个地方建立好一个宣教基地之后 选立了中心的长老,保罗就跟他的同工 又离开到别的一个城市去,继续宣教不到 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希望不要让对方累着了,不要恢复人家 这个宣教的过程跟现在是很不一样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智力的教会 也就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教会的牧师在这边 牧师没有自己的另外的工作 而是由教会弟兄姐妹来供养自己的牧师 可是仍旧有另外的宣教团队 他们不断地巡回在其他的地方 世界的地方,第三世界的地方 他们继续行走到没有福音的地方 在那边建立宣教基地 他们需要许多个帮助 因为他们没有固定的一个资源 所以他们需要被帮助 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坚持他自己的原则 在这个过程当中,经文当中 抨击他的人有一件事情 是保罗要回信,要跟他们辩论 也就是保罗离开之后 在哥利多教会有一些人 他们自己自创了新的一个神学观念 他们声称这个神学观念 比保罗更好,比保罗更正确 或者说他们封起保罗的口才 并没有他们好 但是保罗在告诉他们 其实在他还没有信族之前 他本身是一个法利赛人 他具有拉比的身份 根据这个犹太的法典的规定 拉比跟法利赛人 不可以因为教导圣经跟律法而谋生 也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政治的工作 到了安息天的时候 他们到会堂当中教导圣经 都是免费义务的服事 但是当保罗信主之后成为使徒 他还是谨守法利赛人的这个誓约 尽量的不让当地的会友受到拖累 所以他还是做他自己的工作 从事布棚来照顾自己的生活 保罗一生为子 一生当中都有个不改变的一个原则 也就是不为自己的名利 只为上帝的荣耀而来生存来服事 所以这边让我们一件事可以探讨 保罗坚持的原则是什么 什么是我们坚持的原则 马丁路德在世上的时候 在美国他坚持一个原则 非常年轻 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人 他坚持民族的运动 他坚持黑白不因黑人跟白人 应该和平共存 他为这个原则而牺牲了 他是一个爱族的人 但是从族领受到的一个感动 他必须为这个坚持而奋斗 曼德拉也是一个坚持一生的人 即使在监狱当中十多年了 但是当他被放逐出来 甚至选举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总统的时候 他放下他的仇恨 放下报复的机会 他追求民主是非暴力的原则 他创造南非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民主的阶段 保罗为主传福音他追求他的原则 我很感动想要给大家念一段经文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1章的25节到37节 在这里让我们读到保罗他是怎么样 跟这些门徒们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我要给大家读从25节 他说他到了靠近以夫所的地方 没有办法过去 因为敌对的人在那边想要捉拿他 所以他就叫了以夫所当地的教会长老 赶快到他旁边来 他跟他讲 他说我从来在你们中间往来讲神的道 如今你们都晓得 以后你们不会再见到我的面了 所以我今天向你证明 我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 罪不在我的身上 因为上帝的旨意 我并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们 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才狼 我常进入你们中间不爱其羊群 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被谬的话 要引用门徒跟从他们 所以你们要警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住的流泪 劝见你们个人 他又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 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仁的取用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讲完的话之后 他就跟他们一起跪下祷告 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 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 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 保罗他一生当中所坚持的是什么 就是为着主的缘故能够造就别人 坚持到底最后他也在罗马这个地方为主寻道 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 我们为主坚持了什么 坚持自己的好处 或者是为着主的国度坚持神的好处 作为了造就别人坚持他们的好处 一直到底 愿上帝祝福你 不断因为神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 一生当中为着主的缘故 坚持到底 阿们